我知道他不爱我 是你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人的面图都别改变 人的面图都别改变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 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 充满温柔的颜色 那是用来开心 不是用来伤心的 我听说轻吻总是真的 但耳边细语成是假的 装饰爱情与诺言 是脆口狠狠那发寂寞的歌 你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可以真多久 我已决定就不许自己后悔 我已决定就不许自己后悔了 我的心可怕多你要等我 啊 呢 你 怎么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 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 充满温柔 被延伸那是用来开心 不是用来伤心的 我听说轻吻总是真的 但没变细语成是假的 装饰爱情的诺言 那是最后狠狠 打发起我一个 你的爱是真的 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可以争夺久 我一会决定 就不许自己后悔了 怕你是我有苦难 愿的选择 你的心是真的 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让我看得懂 我的付出 就不许自己后悔了 我的心很怕痛 你要等我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首歌曲呢 其实真的在当年是非常红 非常红耶 可是其实在这首歌之前呢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是小霞姐的作品 对对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谁的眼泪在飞 也是 也是 对对 我觉得台湾呢 她的流行音乐 在这个所有的亚洲地区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创作人 对 她们一直不断的在写 你看在这么长的一个 比如说十几年 二十年 她们都不间断的 一直在 每一次都有一个高峰 对对 真的蛮不容易 我经常发现 这个小霞姐 在每个不同的时期 她都会有一些 令人惊喜的作品 对呀 而且像之前我们听到 现在的郭靖 郭靖唱的下一个天亮 也是吗 也是 在树上唱歌 也是他 对 哇 可是她好少这个曝光哦 她写那么多歌 就不用曝光了啊 她都不曝光了哦 躲在深山 躲在深山 写歌收板碎多好 还会打错电话 对啦 之前很有趣 因为可能要找同一个小臂 就我的助理 所以呢 小小姐就打电话给我的助理 小臂哦 我跟她说 她说了很多 最后说 我那助理说 小小姐姐 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事 小小姐 我看不到 她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是啊 不过今天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小小姐的歌 其实真的 好像小小姐跟你 这个一路成名 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常常都会说 如果没有小小姐的作品 就没有今天歌坛的孟婷伟 因为你看 你看月亮的脸 这张专辑 大卖之后 才有下一张专辑的发行 对啊 你当时唱这首歌是 唱片公司特别为你挑的吗 对 唱片公司挑的 那时候 我那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唱 因为当时其实流行的歌 大部分是比较重的口味 然后要用那种很撒狗血的方式 对对对对 对啊 领悟也在那个时期嘛 就是要唱得很用力啊 当时我们有师姐 像那个李亦军啊 他们唱歌也都很用力 我想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唱呢 后来我的制作人 吕国良老师说 这首歌它其实感情已经很重了 所以我们来一点 比较清淡的 所以就唱那个断音 原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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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断音这样唱的吧 那反而这首歌就大卖这样 不过我们看这个陈小霞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 一个老师级的人物 就是之前也跟她女儿 有出过一张哈雷妈妈 对所以就说 她可能再过几年 或者几个月之后 她会有新的想法 对对 然后就蹦出来 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 她有很多 这个很好的固定的搭档 写词的老师 对像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是杨立德 杨立德 对 你知道杨立德也帮我写过一个歌词 叫蓝色啤酒海 也是他写的吗 对 杨立德是当时啊 当时 我要说当时也就是民国在 就是民国八十 民国七十 七十几年啦 蓝色啤酒海 那时候我念高中 七十七年还是 看到我这边有闪 大概七十七年的时候 呃就是 七六七年的时候 对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 对 他是当时所有的歌手哦 你出专辑 只要被杨立德拍到封面 嗯 他是很有名的摄影大师 摄影师 哦 所以有一种相机叫拍立德嘛 不是啦 跟那个没有关系啦 不是啊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 可以被他写到这个歌词 我也觉得很开心 是啊 对啊 所以杨立德写了 然后还有之后还有姚若龙老师 对 姚若龙老师跟他合作 也蛮多的 对啊 包括很多陈奕迅的也是 姚若龙写的词 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写啊 是啊 很厉害啊 嗯 在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白天的星星 嗯 就是小霞老师跟姚若龙 嗯嗯 合作的 这是你 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 上一张专辑 白天的星星 这有一点 好像有一点矛盾嘛 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白天怎么会有星星呢 除了动物园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一样 你讲的是天上的星星 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而已 其实他一直存在那里啊 哦 是这个意思 他在讲爱情 就说虽然这段感情已经过去 可是在我的心里永远都存在 他讲的是这种运行 哇 好会的 很美运的 好有想象力 可是你的歌怎么都是这种 什么星星啊 月亮 月亮 然后还有下雨 下雨啊 什么 一定要来台北看雨吗 哈哈哈哈 台北的雨很浪漫啊 真的哦 对 跟你讲一定有人因为这首歌 所以一定要来台北看雨 对对 许多人 有哦 现在的所有的路客都为了这首歌而来 而且不能 真的啊 而且不能夏季来哦 一定要冬季 冬季 他有写冬季哦 到台北了 还怎么没有雨 嗯 啊 现在是秋季而已啊 还没有啊 所以哦 孟廷伟在当时你知道他火红到哪一种程度 他演唱会是已经排满到这种 我我我已经看到他是那种整个体力是透支 对 其实那时候一直哦 对 常常到生病的 对 我还记得你 你那时候就讲说你要休息 对不对 然后那一场演唱会 你看 现场挤满多少人 哇 几万人 然后不是 每一个人又舍不得 然后那歌迷都在哭 哈哈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样退出了几年之后又再复出 很棒啊 对又带来新新的音乐 新的众 我们先来踢一首歌好了 就是这首 白天的星星 白天的星星 自从听说你一直担心我 我就努力再也没有流泪过 不小心把谦讯都删掉了 怎么我每一个字都还记得 你讲对不起的时候哭了 我说我爱的你是有微笑的 我说我爱的你是有微笑的 属于我的夏天 明明过了 还逞强当相日归听泪人的 不常花在白天的星星 看不见却一直在华里 就像雪挂在我心底的你 每到夜半尽风就像个不停 像眼泪的白天的星星 没落下被藏在蓝天里 忘了谁说过最大的不行 就是以前曾经幸福的要命 是有微笑的 你看不见华里 你也不见华里 可不见华里 因此还想不见华里 好远地 好像不见华里 我就会这次 这面的 还不见华里 不见华里 你讲对不起的时候哭了 我说我爱的你是个微笑的人 属于我的想天已过来 还逞强当相遇会凭雷人的 不讲话的白天的星星 看不见却一直在那里 就像悬挂在我心里的你 每到夜半起风就闪着不停 像眼泪的白天的星星 没落下没藏在蓝天里 忘了谁说过最大的不幸 就是以前曾经幸福的药米 像眼泪的白天的星星 没落下没藏在蓝天里 忘了谁说过最大的不幸 就是以前曾经幸福的药米 就是以前曾经幸福的药米 如何不信 哇 说到这个小小姐她的创作还真多 而且呢 听说她是七岁就开始写歌 很厉害耶 七歲 然後呢 二十七歲發表了她的作品 你知道 陸續發表了幾乎每首都中 可是我對小小姐最有印象是江玉恒的歌 就是最後的溫柔啊 對 最後的溫柔 那個歌紅好久 好久好久 對啊 你要不要來幾句 你這樣好像洪榮紅 我忘記了 你突然叫我唱 對啊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看有好多歌 包括寫給這個王妃 約定 這個也是小小姐寫的 啊 嗯 王妃的約定也是嗎 林良樂的 溫柔的慈悲 還有一個就是好像叫做張瓊瑤對不對 對張瓊之的這個妹妹 又一天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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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插上刺 插上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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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冠子 哪一張專輯 還有來囉 厲害的來囉 來喔 哇 這什麼歌 這蘇瑞的 對啊 蘇瑞姐的 也是嗎 是嗎 是啊是啊 喔 好好聽喔 我都奇蹟的 還有一首啦 對啊 無恩會 這將會的 對 喔 重要的又來囉 嗯 這個可能大家都不曉得 也許真的沒有仔細去看過 這些創作人是誰 你們可能都會唱 他不愛我 所以你看他幾乎每一種類型都能寫 還包括楊乃文的祝我幸福 對啊 也是他的作品 對周慧 你看這兩個就不同類型 還有范瑋琦 可不可以不勇敢 喔 對 說到這邊喔 真的再來聽一首 大家很熟悉的好了 好啊 對啊 你要安排哪一首 因為我的專輯裡面 其實很多歌都小霞姐寫的 那我應該來唱一首別人唱過的 這個是周慧演唱過的《約定》 哇 約定 來 聽看看 唱歌 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我两儿聚心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每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几路艰辛 你我约定难过的无事不许提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不及 你我约定一尘潮很快要完毕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感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深耀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我会好好地爱你 深耀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不去计较 今天带来这么多小小姐的作品 然后呢 当然孟婷伟来到节目当中 也很高兴的 我们看到她的全新专辑了 这是一批吧 这是一批 而且你气这么不好 你一批做成这样 我们后面的人怎么做 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 这是你 她是专辑的制作人 那她叫夏颜 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夏颜 那你专辑叫孟婷伟的夏颜 孟婷伟的颜夏 对啊 对啊 编导的 很特别 对不对 对啊 而且 最好夏天发现 而且这个男生看起来 就很有才华 对 很聪明的样子 他是一个乐团的吉他手 然后他非常厉害 他们在中国 在内地被称为天才吉他手 所以呢 像比如说 他的音乐风格 一定跟你的音乐风格不是很 不一样 对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接触摇滚乐 所以他的音乐类型是非常摇滚的 所以他当时要帮我写歌的时候 他也是思考了很久 但所以在我 他帮我写的歌里头 还是有一点点摇滚的味道 可是这样不错啊 就是有不同的音乐 对 然后会产生不同的火花 对对对 是 哇好期待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 你要介绍哪一首 要介绍这首就是夏妍为我写的歌飘 飘 对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飘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的想起你 还有你和我总提起的空虚 你总说漫长的梦 漫长的生活 就像永恒的场合 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 像应付难无目的的歌唱 就这样不停地飘啊飘 直到都不再微笑 忘记了什么重要 也忘记了 为何徒劳 只记得不停地飘啊飘 睁开眼 你在天涯海上 还不会未来回忆 而去回忆 不停地 说起空虚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的想起你 还有你那些轻声的叹息 你总说疯狂的爱 就像梦一场 该如何找到方向 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 像应付难无目的地的歌唱 就这样不停地飘啊飘 直到都不再微笑 忘记得不停地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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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天涯海中 爱不会未来回忆 而是回忆 不停地 就这样不停地飘啊飘啊飘啊 直到都不停地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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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痛可嗯我 不停地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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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client 那和即名回忆 所以�手就参观在一起 Microsoft还不要怪你 unpleasant 他都不停地 desenvol繁熊 的话 הד